新北市牡丹国小多年生根家庭教育 曾获推展新北市家庭阅读极有学校 为了推动家庭阅读 牡丹国小特别将绘本、手作、节庆做结合 今天与系纸全人关怀协会与152灵粮福音协会 共同办理一个不能没有礼物的日子的动态阅读活动 用绘本阅读与家庭手作结合 除了让绘本内容更活出孩子们自己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让家庭阅读、跳脱、刻板印象 让亲子都乐于亲近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很好玩 因为有很... 因为有那个可以做姜饼屋 然后可以动和动手作 让我觉得很开心 很好玩 就是可以学到更多知识 除了阅读绘本之外 孩子们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一起手作姜饼屋 孩子们与家长共同用心 用笑声、用温暖设计属于自己的甜蜜姜饼屋 甜甜的饼干、蛋白霜 虽然沾满了孩子和家长的手、甚至衣服 但是每一家设计的房子都很不一样 有的希望家中充满笑声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温暖带出来 把爱带出来 所以我们就是竭尽所能的做我们所能够做的 结果越做我们就觉得越开心 其实就是达到一个跟这个偏乡的这些父老们 或者是学校啊 这些孩子们我们有一个共荣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喜乐 然后很有意义的活动 今天包括阿公阿嬷还有爸爸妈妈 还有小朋友跟老师们一起同样参与在这个 靠近圣诞节的日子 大家一起来欢乐 一起合作玩游戏唱歌 还有做姜饼人 牡丹国小透过亲子手作姜饼屋将绘本 一个不能没有礼物的日子 意义实体化 更让孩子学习感恩与体贴 让家庭阅读如同甜蜜的糖霜 填尽了每个人的心 谢成为双溪采访报道